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延续上个礼拜的起心动念 花飞花 那您觉得这什么意思 曾中信你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冒出来不会冒出来 冒出来 这句话告诉你 花飞花 对你太久没来了 中信第一次发花飞花 如果刚才有在讲的话 是这样说好像金刚经里面有说 花即飞花是明花 可是我的解释不是刚这个解释 我最近也是写到一个 无印不是无印 明明无印就花不是花 表示你所看到的就是我们那个 在上台那个时候 就是说这个东西啊 是书 你看到这个是 每一个人只有一分钟 你已经时间到了 好 那不是他原来的东西 好 时间也已经到了 好 还有其他的解释吗 好 师傅还有各位同学 妙吉祥如意地质沉迷于试者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今天早上师傅的那个 法布师材料里面有讲到眼见非真 然后所以花飞花就是 我们可能常因为我们染污的阿赖也是 然后误解它了 然后我们可能也只有看到现象界 然后没有跟终极本质合一 对 谢谢师傅 对 非常好 它的答案才是标准的答案 比较完整 就是花飞花指的是 就是上个礼拜的那个起心动念 起心跟动念通通来自于阿赖也是 所以上个礼拜的封面图 师傅给了两颗心在一块儿嘛 其实那是有意涵的 就是大的心代表阿赖也是 小的心代表动念 那动念还是来自于阿赖也是 好 那今天上个礼拜因为没有讲完 所以师傅继续要讲起心动念 今天的主题花飞花最主要是来告诉大家 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不是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阿赖耶史里头有很多 至少达尔文告诉我们身为哺乳类的我们的老祖宗是黑猩猩 黑猩猩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五百万年 所以我们的阿赖耶史至少已经承载了五百万年 我们的所作所为的造作的行为记录 那每一个行为记录都是能量体 怎么知道啊我现在在讲话 讲话是什么能量 生能嘛 我拿着激光笔没出来 我拿着麦克风 麦克风我拿着麦克风这是什么能量 机械能嘛对吧 所以你们的物理学全部是零分喔 好 所以每一个行为造作通通都是能量的 那因为阿赖耶史里头有善的行为正能量 有负的行为 有错误的行为负能量 所谓的花非花就是说 他经过这么几百万年 乃至于或者是也许是去年吧 过去是 投射出来是经过你的阿赖耶史的大染缸以后才出来的 所以那都不是真正的就是正确的一个投射 所以我们就称它为幻象 幻象英文就是delusion 就是被染污过的投射叫做幻象 好 那我们今天就要赶快来开始了 好 我们的那个什么 与圣玄有约的那个微讲座 我称它为微 微讲座 现在有微电影 微讲座 微讲座就是比较小 就是范围比较小的 因为我们为了要照顾参加的人 所以我们只允许六名 所以这是极微的讲座 设定的目标就是要照顾有苦难的当事者 所以开了这么一个讲座 红红火火每一场都很快就爆满了 那我们下礼拜二要开的是第二梯次 现在这一个图是第三梯次 这是所以我写预告嘛 对吧 第二梯次已经满了 而且还超额了 是因为师父不小心 就是薛瑞琴的先生是第一个报名的 他因为很早报嘛 所以我把它给漏了 然后就今天林柔跟谢明忠报了以后 我就误以为这样就满额六名 后来蒋路华提醒我谢瑞琴的先生 那就变成七名了 所以如果要请谢瑞琴的先生不要来 我想他会哭了 所以就勉强纳售为七名 因此把陈美荣还没到 把陈美荣跟刘李月娥 就是刘晓琳的妈妈挪到下一个梯次 下一个梯次是5月25号 第三梯也就是这个主题 所以你看到师父是动作非常快的 起先都没有设定这个主题嘛 因为刚刚开始 第一梯次的主题就叫 在最幸福的时刻遇上您 第二梯次就是下礼拜二要召开的 是思维 思维 就是什么呢 sorry 我一下就忘了 思维 创意思维 创意思维 然后破折号打造命运达人 讲给企业主听的 企业主职场的经理人或者是上班族都可以 反正集中火力在讨论企业的经营 所以我们这个课堂上有两位 廖配君跟游本阳 还有那个林柔跟 谢明忠今天起架吗 他帮您收尾 他帮您收尾 ok 好 那所以他们四位有报上了 那林柔他是以志工的身份来出现的 我说这一个讲座因为每两个礼拜就召开一次 如果有场地的话 现在因为场地都很不确定 如果有场地的话 每两个礼拜都召开一次 每一次要参加这个志工 这个微讲座的志工 我称他为金牌志工 为什么 他条件特别严苛 你必须要怎么样 介绍一个听众来 不管是你的亲人友人都可以 你就是需要介绍一个听众 然后你除了现场的效力以外 你还要就是那个礼拜 礼拜二讲座嘛 礼拜四要参与课堂的分堂 分享还有要那个写新的报告 来挂出来在那个与圣玄有约 有一个专栏出来了 已经挂出第一名的作品是 江明珠的作品 对对 黄书尔他也写了 但是他写的没有江明珠好 因为他基本的格式是错误的 就是你看吧 你看师父的主题 黄书尔你看到吗 师父不可能给一个题目 就叫入不二法门嘛 不可能嘛 这个叫做主题 入不二法门这么浩瀚 我不可能一堂课讲入不二法门啊 这是错误的你要知道 所以你一定要用副题来犯定它 我要讲入不二法门里头 跟花非发跟眼见不争这一段相关的 那你都没有啊对吧 你的段落的名称也太弱 根本上不了台面嘛对不对 所以我叫你改嘛对 这一个就是杰逸轩为什么特别强 是新人吗 王此景 然后为什么杰逸轩那么强 就是杰逸轩一天要写好几篇的回应文啊 你要知道啊 时时刻刻似乎都马上开始 他就得要马上回应 都在练习啊 所以他们写作 思维就扒高特别特别快嘛 两天前有四个人晋升了 其中新人一口气就晋升了三位 我有把他们的那个 有两位的那个晋升感悟写的特别好的 给了台生嘛对吧 你们看了吗 他其中有一个杨侠是内蒙古的 他就讲才晋轩一个月而已 我原来认为都不可能做到的 我现在竟然都可以赶上 这就是训练的重要嘛 问题那你们也看到决宣的成员怎么被训练 可是你们有做吗 你没做对吧 太弱了真的太弱了 你们真的太弱了 你看到甘久航那个打不死的 被下架三十几次了 从喜马拉雅被下架三十几次 他次次他没有说我又被下架了 然后我就不干了没有 他想方设法还要再挂上 还要再挂上还要再挂上 三十几次啊 所以他累积多少经验了 他那个经验多可贵啊 他贡献出来告诉大家 如果你被下架的时候 你应该要怎么处理嘛对吧 所以这个都是在训练 训练什么 强大自己的生命力嘛 你的生命力不会因为你来上课 你就强大了 不可能的 你来上课你听到的是知识 你没有落实践行 不会转成智慧 你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 通通进来的通通都是知识 最后你就是两头舌嘛 你就是知识帐所知帐大得不得了 自以为了不起 我听过谁的课 听过谁的课 我又听到佛法跟AI的对话 错了 你完全错了 学佛不是 一定不是这样学的 你要在上课 课堂上听到师父讲经说法 你回去得要诵经啊 你不诵经你就看嘛 这个人美达弼有错嘛 对吧 他跟着师父 他来听课第六年了 没有一题答对 就是因为你不诵经是一定不行的啦 我百分之三百告诉你是不可能的 师父都七十岁了 每天都要诵经 为什么这么重要 你不诵经 你没有办法摄取高能量 第二 经典里头所教导的 世间出世间法的方法 你全然拿不到 那你听到了这些知识要干什么 你如何把它转化成为智慧啊 你就是要践行嘛 践行什么 践行经典里头的教导嘛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为什么你不诵经 你是不可能有成就 百分之两百 三百 五百的不可能有成就 不可能 你看林柔 他从最大的困境里头 财苦 最大的财苦 他2018年来上课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都有亲生的念头 他不想活了 活不下去啦 你这黑道都在追杀啊 怎么活下去啊 没有办法活下去啊 今天他为什么活得这么灿烂 一天时不要时经 你看到人家怎么进步 你眼睛胡愤 你从来都不做 对吧 然后怕人家讲 一讲就不来了 不来就最好嘛 负能量太强了 最好不要来 为什么呢 你干扰就整个场子嘛 对吧 所以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就是耸金是无比重要 你没有耸金老师说 你听课也是白费的 就是浪费资源而已 好所以我们 我们的下个礼拜 第二场 sorry 第三梯次是病苦非命苦 就是集中火力来探讨病苦 当然啦 这整套因果都会讲 但是会聚焦在病苦 那像下礼拜二是第二梯次 聚焦在哪里 在企业的经营 你怎么拔刀你的思维 跟上时代 你的企业才不会被淘汰掉 对吧 即便是你那个卖金纸 你真的不能小看 卖金纸 你如果还是用传统的方法 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危险 时代的脚步太快了 太快了 你一下子你会发现 怎么都没有人来买金纸 大家都网购去了好不好 对吧 现在连什么安太岁都 都在晚上的安太岁啦 对吧 所以你想你的卖金纸 难道不会被取代吗 会啊 一定会啊 脚步太快了 所以每一个人一定要学会 正确的经营 不是说我学佛了 所以我就天天都在家 耸经念佛持咒 然后也不用做生意 你什么也不用上班 那都是完全错的 完全错的 你没有上班 你不 你没有被人K 就像几十倍这样 没有被人家K 哇都四十几岁了 还会发抖啊 对吧 这什么生命力嘛 这完全是错误的生命力嘛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你都没上过班啦 然后你没有被别人K过嘛 对吧 你根本不知道外头的社会是怎么样啦 对吧稍微K一下不来了 不来了就最好嘛 对不对 所以人不是这样做的 你自己的生命力不够强大的话 无常来临的时候你马上就倒了 马上就倒了 所以课堂上就是模拟无常来临的时候 好这是第三梯 第四梯就会讲到财苦 财苦烈日火井圆圆 不是火烧井棒那 活的井啊 挖井的那个井啊 活的井圆圆 带给你圆圆的财库 那要怎么做呀 所以每一梯次主题都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想象那师傅在经营这个围讲座 非常用心的我连主题都是特别挑 这个跟这个时代挂钩的 为什么叫财苦烈日 你嘎三点半的时候不是像烈日赛贝一样嘛 对吧 那是你没嘎过三点半的人 你是没有办法体会的呀 对吧 所以财苦烈日火井 师傅为你挖一口活的井水 让你有圆圆的财苦 好 每一梯次都是不一样的 好那这报名表早上我已经给了大家了嘛 对吧 所以这个你们就可以不用了 对 课堂上第一个报名的是廖佩君 他很厉害我发现他的报名表 因为我说我第二天传给大家报名表 结果他当天晚上他就传来了 他就传来报名表 原来他就把这个抄下来对不对 然后就照着这个写 对对对 这就是变动的方法 对啊 因为其实这就是变动的方法 可是现在的报名表你发现 已经这个T字不是写在表头了 就是T字是写在下面 就统一一个表格 然后T字你们自己填 你要报哪一个提示 对 好 所以师父就是古老的佛法 新潮的佛法 一定是给予世间跟处世间并进的方法 两个同步并进的 然后解形并重 解就是那个什么 理论基础 行就是渐行的方法是并重 全时双张 全就是全巧方便 也就是善巧方便指的就是世间法 时就是终极本 指的是出世间法 好 今天我们的课堂分享 我们要来热烈掌声欢迎陈佳伦大帅哥 来 学人的课堂 师父 各位大菩萨 大家晚安 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 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我道课的学习经验 其实我是由 苏月桂大菩萨所接引 来到这个课堂 那我本身来这里的时候 一点佛学基础都没有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 我上了两堂课之后 光是空性与性空 两个就已经把我赚得不知倒地 不过我还是觉得 我应该再来第三次 结果在第三次课堂的时候 师父竟然开始考起我来了 他考我说 善与恶到底能不能相抵啊 那其实这时候我已经觉得 我已经到达我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了 然后正当我要跟苏月桂大菩萨说 我可能无法再来上课 结果苏月桂大菩萨洗滋滋的来告诉我说 诶 师父要请你吃饭 那大家知道师父请吃饭 当然就是一个非常小型的讲座 那在灯光好气氛家的环境里 将佛学融入于生活之中 那整个佛法就变得非常易解 能懂 那我就决定继续留在课堂上 那为了解决我之前的困境 我就先从撰写回向文开始 来整理自己的思绪 然后参加中午的大回向 然后借由大回向来扩展自己 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扩展到社会 扩展到世界 那为了成就中午的大回向 我也开始耸心念佛持咒 然后分享师父的教导给我的网友 我很多网友都以为我要出家了 最后呢 还有还有一分钟 最后就是因为我理论上不足 所以我私底下为做一些自己延伸的学习 从Victor Franco的著作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到我们这个整个 这个钟摆的整个共振的原理都有涉猎 那就在研究这个整个 解拍器的共振原理的时候 我发觉共振原理 是需要有能量的 如果你想改变 那你还有动能 加上师父的 对于自己要害的指导 必定能使你有新的观点 不同的生命 我的分享就到此 谢谢大家 没有期许 没有期许 赶快 还没到 时间还没到 刚刚那个是还有30秒 趕快 期许 期许就是带来同频共振吗 我希望怎么样 对 就是我希望就是说 如果你有希望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后想要改变 那来跟师父学习是一个最佳的途径 好 好 好 你们觉得陈嘉伦的分享站不站 站在哪里 勇敢喔 好 还有吗 用工 用工喔 还有吗 还有吗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时间控制 师父讲说 因缘要很简单带过 所以他带的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书月贵 但是我今天我要加一个了 职集接引人的介绍特色 比如说陈嘉伦她接引她的夫人来道课 因为她已经分享过了嘛 所以她说 我是我们家陈嘉伦接引我来的 她接引的时候 她要我来上课 她就说 你听过吗 出家人讲佛法用英文讲的 你听过吗 你没听过你赶快来听吧 好 这个就是陈嘉伦接引皇叔儿 她介绍的特色 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特色吸引你愿意来嘛 你不是陪着来而已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特色一定要讲出来喔 好 那再来 我说陈嘉伦的那个分享是非常成功 为什么呢 她有描述她的反差 她的反差 就是说她来上课的时候的反差 从完全一张白纸完全都不懂 到她愿意跟她的网友分享 导致她的网友以为她要出家了 那就是代表什么 她分享的非常的多 还有她每天有 从原来的不知道耸金要干嘛 到每天都有耸金 然后有参加大回向 这不就是反差吗 对吧 然后持续道客的动力 就是她发现她自己改变了 她自己改变了 她学了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她自己也用功了 然后第二年她要接引她的夫人来道客 这个就是相当大的一个动力 还有她怎么提升生命力 这一点好像表现的没有那么的强烈 就是说她怎么透过学习来提升这个生命力 好 那自己的 后来她补了一个对自己的期许 还有对同学的期许 所以师傅已经把这个重点都 都列得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下一次要参加分享的是哪一位啊 王先化 王先化 对对对 你要把这一个给看一下 这几点特别是红字的 这几点 都要把她讲得特别的清楚啊 这个反差很重要 还有如何持续道客 这个就是在给方法嘛 陈嘉伦给的方法就是说我 因为道客 所以我终于开始知道 要诵经念佛持咒啊 我知道要回向啊 我开始也关怀别人啊 这都是方法 就是她持续道客的动力 所以你要给出方法 我记得以前曾经请林彦如分享过 因为林彦如她有乳癌嘛 对吧 然后有请她分享 然后她分享了个大半天 洛爱丽就坐在现在江桂坊那个位置 洛爱丽忍不住了 就问她说 你到底用什么方法啊 因为洛爱丽是讲话很冲的一个人嘛 对吧 你到底用了什么方法啊 对 所以这个就是很弱 很弱的课堂分享 你没有给出方法吗 大家要听的是你的方法 林柔为什么她的分享这么的成功 她给出来两大方法 第一个 我每天耸拾十部钥匙经 还有拜一部钥匙灿 这是我的方法 让我从财苦的万丈深渊 能够存活到现在 而且我的困境越来越好转 这是第一点 而且她还接引她的尊夫婿来上课 你就知道她用的方法奏效了 第二个方法 你们也许都没有注意到 第二个方法对我来说启发特别大 就是说你想要改变别人 你必须先改变你自己 太多人都是要求别人 别人你为什么不来配合我啊 你为什么不干啊 你为什么不了解我啊 但是林柔她经过这么长久的这个煎熬她发现 你想要改变别人 你必须先改变自己 所以我认为她给出来两个方法是无比重要的 特别一天十步经影响中国大陆太多了 我的弟子包括82岁的老菩萨 她现在也都十步药师经 曾经求医师自己是医师喔 都治不好自己的高血压 还是要靠十步药师经 所以给出方法是绝对重要的 你想要你的那个什么 心得分享分数要高 就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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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一点都得要点到 而不是指点到 蜻蜓点水点到为止 不是喔 你都要在时间内适度的去申诉 这样子你才会 你自己会进步 然后带给别人进步 如果今天林柔她没有分享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她在背后十步药师经 当然十步药师经是她2018年 柴骨这么严重 都不想活了也不敢活了 来上课的时候她跟师傅讲说 我惹了一身心 我这财苦的洞太大了 我这没有办法活下去 我说怎么可能会没有办法活下去 十步药师经攻下去 一定可以过得了关 现在不就证实了吗 她确实是过得了关了嘛 对吧 所以一定要用方法 你来亲近师父最重要的 师父的法宝非常的多 所谓的法宝就是 能够帮助你的方法非常的多 所以你一定要听话 听话照做嘛 你听话你看绝月轩 来一个月 有一个丢给你们看的那个 两篇特别成功的那个 新人的晋升的感悟篇 其中有一个 内蒙古那个是她写的非常的完整 她怎么做到的 要晋升就是连那个人人自媒体 你通通都要申请好自媒体 而且运作顺畅 你才有可能晋升喔 所以这不是简单的 要你们老早躺平了 老早不干了 对吧 你看绝月轩 所谓绝月轩的高能量 是彰显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我要说的另外一个那个晋升的男士 吴伦理 他是以前没学过佛 完全没有 他是一个出名的艺术家 天天都很忙 他做很多的陶 他那个陶啊 词啊 那个就很特殊的 他有一个专有名字 我忘了 就很知名 他很知名 然后他就想 我每天都这么忙了 我干嘛来听师傅 指使我做这么多事啊 他说我当然没有办法呀 你看到他的感悟篇 就是这么写的啊 当然没有办法呀 所以他起早就旷课了 单旷 单旷三次直接就开除掉 而且不准再进绝月轩 单旷就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新人都很晚才起身啊 五点半 笑死人啊 对吧 师傅一点就起身了 他们要睡到五点半了 你看 五点半 还有人起不来 五点半起不来 那超过十五分钟 就是你五点四十五分 你就不准签到了 那就叫旷课 无伦理就是旷课了 旷课了以后我就去修理他了 修理了以后奏效了 从此以后他们不敢再旷课了 所以你看吧 决宣高能量就是拖住你 你不怕K不怕挨打 然后他就开始就想我进来 既然已经进来了 进来这么高贵的一个平台 我就要跟上 然后他想可是我都已经这么忙了嘛 为什么我哪有可能跟上啊 然后他又想到师傅讲 善用碎片化时间 有三分钟做三分钟的事 有五分钟做五分钟的事 你看师傅 我多少分钟可以做多少分钟的事 师傅清清楚楚 你们有这个功夫吗 你从来都不关注的嘛 我八分钟我可以剃一个头 我五分钟可以洗一个澡 对吧 所以你有五分钟你别浪费 去跟别人聊天 就像你最爱聊天的翁翠萍 那都没有用啊 然后你就要怎么样 你就得要掌握 有五分钟你就五分钟的事 你要赶快干 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不浪费 你一定可以赶上 后来他发现我竟然赶上了 我从此我的那个起早 也都他越起越早啊 他现在三年多就可以起身了 他跟他的夫人都在啊 是同时进来 他夫人还没有进身 然后写回应文 他本来想我哪有可能写回应文 我是从来都不写字的人 我哪有可能写回应文 可是师傅说要写啊要教啊 对吧 要不然你就出局嘛对吧 他就逼着他自己写 他说我发现我现在还写的还蛮像样的 对吧 所以啊 所以一定是你要跟对平台啦 你在一个非常马夫草率的平台 天天打混过日子 你很快你这个人生七十年八十年 真的一晃眼就过了 那是没有用的 你一定要在一个正确的平台里 你要惜福惜缘啊 你们就是不惜福不惜缘嘛 老是想的都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太low了 这是你的那个生命力完全没有拔高 永远就是想着自己 你的困境就是永远不可能解决 这个是最基本的原则嘛 你没有福报 你没有去利他的话 你不会有缓作用力来帮助自己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你有困境你一定要想办法利他 转发就是最好的免费的利他嘛 对吧 好那我们热烈的掌声要来献给 基金会的创始人简峰文督导 还有朱一春执行长 还有阮桂梁富执行长 然后呢还有全球直播的资讯组同仁 刚刚那位帅哥就是资讯组的同仁 基金会所有的同仁 我们要献给大家庙吉祥如意 庙就是来自终极本职的会洒 祝福大家吉祥如意 不失散不失意的同一个庙吉祥如意 献给到场的大菩萨还有云端听课的大德朋友 好今天好像有新朋友 因为你们都蒙面美女嘛 所以都看不太清楚 哪几位是新来的朋友 那您是哪一位啊 你啦 对 你啊 是你 刘晓琳 刘晓琳 刘晓琳带来的 所以您也是新人对吗 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不是新人 要不然叫什么 对啊 他怎么 我说好像有新人 他也没有举手 所以我在想 这个人是谁啊 因为你们每一个都蒙面嘛 所以搞不清楚 对 好刘晓琳你朋友先来吧 要不要 你难道都不知道吗 课堂怎么规定的啊 师傅大家好 还有菩萨大家好 我是那个敬品介绍来的 对 然后就是一个姻缘嘛 就是 先介绍大名好吗 好 我是 我姓金叫雨涵 然后呢 我学佛 我目前也是吃素 那一路都是 学佛已经很久了 二十几年了 嗯 那 学到什么 学到 我大概在我的文章里面都有 大概写一下这样子 你的文章有发给师傅吗 没有 对嘛 所以你说你在你的文章都有 因为我是觉得 这个生命是 是假的 然后 我觉得 这一生来 你到最后要 要到什么样的地方去 那我是觉得 要珍惜当下 珍惜这个肉体 一旦肉体没有了 生命没有了 可能 你要找到的路 你自己要心里有数 那我觉得刚刚师傅讲得很好 那我觉得刚刚师傅讲得很好 就是有触动到我的内心 嗯 对 哪一句 呃 就像刚刚那一位 那一位师兄 对 我刚刚为什么会说他很勇敢 嗯 因为他从不知而到最后 被师傅给 给启发了 嗯 然后他的 他的心性就有 启发了 我就觉得很棒 是 这一点我是觉得很棒 因为到这个 这么能量 这么好的磁场来 我们要学到什么 就是学到我们的 决性 我觉得生命的决性很重要 是 他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的 工作啦 家庭啦 事业啦 都可以 那我很开心 就是今天能带我这里来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棒 好 然后 然后请问 施敬萍怎么接引您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特色 接引的特色 其实我跟他认识 已经一段很长的时间啦 那因为那一天 他在我的创文里面 看到我一篇文章 然后他就很感动 很感动的当下 他就直接来我 说你要不要来 听听看师傅的课程 是 因为我最近有一个 认识很久的朋友 他的先生 就是在一个无常当中 就是 就是 就是去年开了一次刀 是一个大刀 就是在死亡边缘 那医生本来告诉他说 这个肠胃 他开的是那个 那个应该是胃 胃癌 那医生告诉他说 你这个先生可能要 装个罩孔 那 那因为 因为我那个 就是 同样是师姐 他就是很虔诚的 都一直 也是修行人 然后都吃素 然后学佛很久了 然后帮他做了很多功德 但他的先生 都是一直不信佛 他常常跟我在谈 谈话过程就说 我帮他做了那么多功德啊 他都不信 然后 一天到晚就说 你只信师傅 然后 他因为做了很多功德 所以他的福报真的 他的那一个命 我觉得是 他的太太把他救回来的 但 因为可能就是 不信佛 然后一路上 他太太念佛 他就在跟他唱反调 这样子 然后就是 因为这一个姻缘 一年过去了 可能也没有去说 要习佛 要学佛 但他的生命就在今年 又发生状况了 那发生状况的情况之下 就是 呃 只能吃下去 他的罩口本来要装喔 后来因为一个福报 我觉得是太太给他的福报 因为我跟他很熟 他那罩口 医生告诉他说 百分之应该是八十要装了 结果开完刀之后 他告诉他说 不用装了 那因为他 其实他的太太有在帮他做功德 那信者很信嘛 不信者很不信嘛 对不对 有学佛的人就知道说 福报功德要自己去修嘛 那今年度 我就很难过 就是说他的先生 又碰到这个无常之后 再开了第二次刀 本来医生说吃吃药看看 他就吃了就吐 吃了就吐 结果后来呢 就是因为开了刀之后 他已经到了 渗透到十二指肠 蔓延了 蔓延之后再开下去 诶 怎么又到了胆啊 那就变成到胆的话 就是很危险的 那结果吃药也没办法 那每天都 就是很痛 很痛的时候 医生告诉他说 你这个可能没有用了 这个可能要送安宁病房 那一路我陪着他嘛 然后那天我就打电话给他 他看到我的大头贴 电话拿起来 哇 一直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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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安慰他 那你看他学佛很精进的一个人 碰到这样的无常是临死的 因为他也是一个企业家 临死了怎么办 他可能要面对了很多 很多生命的关卡 还有小孩跟着他要爸爸 他就说 后来他看到 就是一直哭一直哭 下午又打电话安慰他 所以我就心里很难过 就觉得用文章啊 把我心里想要说的话 就写出来 刚好被我这位师姐看到 他就马上 你现在还好吗 我就发现我的朋友怎么 我写那个文是要鼓励大家说 生命要有慈悲观 还有生命要有无常观 其实我写那篇文章 用意是要鼓励大家 结果一些朋友怎么通通来关心我了 其实是我朋友的问题 那后来他就告诉我说 你要不要来上课啊 然后很棒 他就一直在push我说来上课 那我今天坐在这边当下 我听到师傅 看到师傅讲话好庄严 然后讲的是正能量的话 我很开心啊 这个课程应该是很棒的课程 谢谢师傅 好 谢谢 好 感恩刚刚分享的是金与寒大菩萨 金就是金银财宝的金与下雨的雨寒三连水 那个海寒的那个寒 好 第二位是焦秋雪 大家好 我第一次来 就是说第一次的经历来这里 靠近 麦克风靠近 因为天涯海角听不到 来这里学习 所以我完全没有一些什么概念 太好了 一张纯白的纸 这是最棒的 是 我名字 我的 我是焦秋雪 焦点的焦 秋天的秋 下雪的雪 是 焦秋雪 好 我们热烈掌声欢迎焦秋雪 纯洁的一张纸 其实是非常珍贵的 就像陈嘉伦他也是 纯洁的一张白纸来的 比较方便啦 因为你学很多很多 你要 师傅要帮你扭转 你过去错误的观念 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 好 那刘晓琳你的朋友 师傅好 然后大家好 其实 我来上这个课 也是很有 应该是讲特殊的音乐 因为我今天是从台南来的 我住台南 然后我来办一些事情 然后顺道 就是跟刘晓琳要吃饭 她说 不行 我今天要去上课 对 对 我想说 好 她白天已经 就是带我这样子 那我想说 好 那我就一起去好了 她白天陪你 所以你晚上陪她 好 果真是好朋友 对啊 然后就 因为这样子 特殊的音乐 所以就来了 是是是 所以你是插花的就对了 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对对对 我叫那个陈淑琴 淑女的淑 淑天的琴 钢琴的琴 钢琴的琴 淑琴的琴 淑琴 那因为她之前啊 她的特色就是 因为我们之前 我认识也没有 从认识之后 然后她有时候就 会传一些 就是刚才师傅那个图面嘛 然后见面之后 她就会一直在 有时候聊天之后 她就会一直讲说 我跟你讲 我们那个师傅很好耶 然后她怎样怎样 然后我就喔 我都喔 然后刚好她要来上课 我就说喔 好啊 那我们去上课好了 就因为这样子 是是好 非常 非常 欢迎 陳淑琴 三位美女大菩萨 好 那我们三位 三位都可以来请 这个是跟大家结缘的 每一个人可以请一串 不是一包 好 那这个是五色旅平安手环 有五方佛菩萨的加持 还有师傅的加持力 是任何人都可以来请的 现场道客 獨享六大福利 因为有新人嘛 所以师傅快速的讲一下 圣选每天都为大家在做回向 所以你需要填回向名单 这个值的就是回向名单 值的画横杠的 这就是回向名单 你的你自己的困难啊 还有你的亲人朋友的困难 都可以写在那儿 师傅每天都老实为大家来回向喔 还有课堂的现场 这个是亲近的高能量 这个是因为太多的同学 他分享的时候都指出来这一点的 师傅就不再提这一点喔 再来接送价 好接送价 现在送价的成员非常的多 接价也是很顺畅 就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在接价 蒋路华一直跟我讲说 要我提醒大家 你们接价的时候 因为师傅过来的时候 都看不到你们啦 你们都是一直都在走廊上嘛 对吧 那是错误的接价方式嘛 所以蒋路华就建议说 你们要去买一个那个荧光的荧光棒 就是师傅远远就可以看到你们了 对吧 师傅一直闪光 我看你们好像都没在看啦 因为你们就今天有跑出来 平常有翁翠萍在的时候 你们是一个也没有跑出来 都在聊天照口夜 所以为什么翁翠萍他还好意思问我说 他被师傅禁足一个月 现在一个月已经满了 可不可以再回去接价 不可以 对 你不要破坏人家接价的善慈场喔 一个人修行人最重要的禁语 你没事你不用讲话 等到你要讲话的时候 你可以开怀的讲啊 你没事的时候真的不要 不用去打扰大家 是真的没有意义啦 我从那个停车场走过来 为什么有一次曾中信跑去停车场 找我 我就说你不用了 来打扰我 就停车场到课堂 这就是我用功的时间啦 因为师傅特别忙碌嘛 对吧 有三分两分钟的时间 我通通都在一直都在持奏 所以你没事来找我聊天 很抱歉我没办法奉陪啊 浪费生命嘛对吧 好所以尽量的师傅一直讲你动手不要动口 养成经常性不要开口的那个好习惯喔 好大杯水 师傅的大杯水也是特别灵光的 然后到课的同学都可以来请喔 你要请你大杯水 就是这张横式的这个纸可以填 然后这个就是你到课了以后 你应该要填的那个点名单喔 这点名单无比的重要 点名单就是到期末的时候 师傅用它来作为我颁奖的一个 五种准则之一喔 他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喔 以前呢以前都是有来就看你的出席率 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啦 你一定要成长啦对不对 你不能总是跟以前一样啦对吧 打混过日子那样子你要修文书很困难 文书特别严的嘛对吧 好困境的咨询下课以后可以排队 来问世喔好 好这个22点以前一定要结束喔 起心动念之二上个礼拜 我们已经讲了之一了喔 那这个礼拜我们继续讲起心动念 但是我名字把它特别聚焦在花非花 花就是宇宙万象 你看到的宇宙万象不是你所见的宇宙万象 也就是眼不见为真喔 就是你看到的不是真的喔 是染污了嘛阿赖耶什里头 阿赖耶什的染污而形成的 因为有新人所以一定要来介绍主讲人的背景 学术背景博士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 两个硕士福人大学宗教学硕士 还有玄状学事物研究院的佛学硕士 这两个面向不太一样 宗教学是世如道也回 你都得要学习 包括理论还有你践行的方法等等 好然后玄状学术研究院的佛学硕士 师父专攻的是维石 就是佛教的心理学 好学术论文核心期刊已经发表了二十余篇 讲座全球上百场了 然后现任是绝宣全球洪化平台 这是一个高知学人的地址 大部分都是硕博士 所以我担任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走的是全球化的CEO 然后同时我也是宗教与和平协进会 这也是一个国际组织 亚洲分会台湾支会的理事 已经长达十三年了 好那历任就是过去 太多了写不下 就是简单列出来这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福人大学与纽约长岛大学 是纽约长岛 我们也是讲这个很多人直接就花揮发 他直接就想到日本的广岛啊 太多了不是只有一个两个喔 直接就想到广岛然后就问师傅说 师傅那你在日本的时候 带学生是要讲日文还是讲英文 我说我什么时候跑到日本去带学生了 没有啊 纽约我要特别讲纽约长岛 是长岛不是广岛 所以这也就是你现场听都会听错 为什么 因为你阿拉约史染污太严重 你就用你的染污的负能量去解读你所听到的嘛 所以花非花不一定是眼睛看到而已 眼耳鼻舌生意都有可能就是直接的染污喔 还有海明佛学院的那个教务主任 还有海明市的书记喔 好 抱歉我跑得太快了 师傅的那个教学特别是世间跟初世间并进的 因为你会发现喔 听课很容易啦 你要落实践行不容易 落实无门啊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用上去啊 所以师傅累积了在这边教学14年的经验喔 所以师傅一定是从一个跟我的主题相关的视频 开始进入 帮助你你在日常生活中 怎么佛出诸佛的圣人的精神啊 这个人没有眼睛 没有鼻子 没有正常人的五官 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世界之大无其不由 我是图潭生理 记者在非洲的一个偏僻村庄 发现了这位让人震惊的奶奶 她叫阿米娜 于1944年出生在这个村庄 也在这里度过了余生 就是这样 当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 父母们想尽了一切办法 为她治疗 但最终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这是一种中枢类肿瘤 她会一直生长 并且会覆盖脸部 最后闭合 医生不得不手术切除了部分肿瘤 最终变成了这般模样 当她走在街上时 人们都会躲着她 并且说她是怪物 顽皮的小孩 甚至朝她身上扔石头 时隔多年 每当提起阿米娜都异常的激动 她对记者说道 我也是人 不是怪物 小的时候 在接受牧师洗礼时 连牧师都被吓了一跳 阿米娜说 她能感觉得到 牧师的手在微微颤抖 从踏入这个世界开始 她就注定了要经历 非常人的艰难生活 如今 阿米娜77岁 真不敢相信 她是怎样走过来的 其中的心酸 也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得到吧 她吃饭和呼吸 都是靠嘴巴来完成 因为没有鼻子 此外 听力也有障碍 而且没有眼睛 整个头部只有耳朵 还算正常 又因为没有经济来源 通常都是有什么就吃什么 但她最喜欢吃的还是米饭 每当有人为她送大米时 她都会做饭 因为米饭很柔软 以至于可以咀嚼 食物来源主要依靠教堂 以及社会上的帮助 同时 阿米娜在年轻的时候 也有过一段婚姻 她都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当时她很自卑 因为身体缺陷 甚至想过自杀 但就在她自杀的念头 越发浓郁时 她的丈夫出现了 她并不了解她的丈夫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只知道有人向她求婚 阿米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但是好景不长 没多久 她们就离婚了 和丈夫分道扬镳 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离婚 阿米娜并没有细说 和丈夫离婚后 阿米娜又患上了一种严重的疾病 使她的腿脚也不灵活 对于本来就没有双眼的她来说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如今阿米娜独自一人居住 偶尔会有些志愿者送食物给她 陪她说说话 并且会帮助她清理生活垃圾 有时也会带她去教堂 阿米娜说她很喜欢去教堂 因为那里有许多关心她的人 同时她也是一个忠实的信徒 阿米娜最后表示 如果没有教堂 没有社会上那些志愿者的帮助 她可能早就饿死了 这个世界上真的很需要这些爱心人士 因为有太多像阿米娜这样缺陷的人需要帮助 所以不要吝啬自己的爱心 你的举手之劳对别人来说 可能是莫大的帮助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帮忙 好 我们给两个机会 两个名额来分享 好 每一个人只有一分钟 请你把握好时间 不要离题太远 这都是一种训练 因为你脱离主题太远 老实说没有意义 没有人在听 一定要学会直级要害 要聚焦 张文静先生 这一位主题太远 这个节目让我看到 他是一个到底是不信还是信 因为他还有佛根 比如说心得道 他也佛得七十岁的人 还有比他更不信的 远而迪则 真 连意识都没有 有人把他说 你这个都没有 我把你打开 结果打开以后 他看到的之间 他一意识到这个之间 他就很短命的指摇 这个到底是信还不信 而这位他还有头脑跟耳朵 好 好 谢谢 还有吗 第二位 1 2 3 go 没有 以后就是我喊1 2 3 go 没有 我就赶快讲了 别都不浪费时间了 因为你 本来你就边看 你就应该想好 我要讲些什么了 这不就是直觉训练吗 你还在那边想半天 逻辑思维对还是不对 就像他 信还是不信 这就是逻辑思维 你永远都是落入二元对立当中 那就是不是太好的分享 好 那师傅的看法 这个剧情来介绍描述在非洲偏远的地区 有一位罹患中枢神经瘤的一个妇女 叫阿米娜 他是1914年出生 就是33年出生的 今年2021年他刚好是77岁 他的脸部他没有双眼 请你注意到 他也没有鼻子 所以他吃饭跟呼吸用同一张嘴 你真的很难想像 我们看到我们才能够相信 世界上竟然有这样子的人 长相非常的怪异 所以很多人都称他为怪物 所以值得注意的重点 他有提到 我有用红字出现的 你要特别留意 受洗的时候 神职人员 连神职人员的手 看到他都害怕 所以沾抖了 好 再来 他也曾经想过要自杀 我相信他一定是很沮丧 每一个人看到他都好害怕 认为他是鬼 是怪物 他想要自杀的时候 竟然他结婚了 但是为时不久 他又离婚了 被抛弃了 他喜欢到教堂 因为在那边他感受到温暖 所以您可以想象得到 这样子的人最希望渴望得到的 其实就是温暖喔 希望大家能够省思的就是 这么可怕的颜值 带给你什么样子的生命歧视 这才是最大的重点 你看到这样子的颜值 你省思了吗 你省思了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力对这个颜值的感悟有多深 这是第一点你应该要想的 为何他会长出这么奇怪的 长成这个样子啊 没有眼睛没有鼻子啊 然后吃饭跟呼吸要用同一个啊 所以你要省思 这跟累世的造作有关系啊 这不是这一世啊 这一世是叫做果报啊 所以他的造作让他变成这个样子 他的主因实在过去是 为什么罹患罕见的疾病 这也是罕见疾病的一种嘛 对吧 高颜值相反的 有人长得非常的帅气高雅 去质非常的好的 乃至于含着清汤池来出事 这些到底从哪里来 然后你还要再体悟颜值无价 因为我整个视频给的主题就叫 颜值无价 所以你应该要扣紧颜值无价 这一个主题去发挥你的想法 而不是天马行空自己在那边瞎掰乱讲 是不能这样子 你这样子当然也可以啦 但是你不会进步啦 你就是零散的嘛 对吧 你应该要聚焦 聚焦 好 所以师傅就要来回应 我刚刚提问的这个问题 可怕的颜值带来什么样子的生命启示 第一个答案 自己的历史自己写 今天我要长什么样子 其实是过去式的我在写 我的每一个action 我的每一个行为记录 都在写我自己的历史 然后自己的福田自己培植 你没有福田 等你面对果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所以师傅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 告诉你们一定想办法 你有一口气 你赶快加紧的 你要培植福报 你没有福报的话 无常一来 你只有应生倒地 你别无选择 你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 个人造业个人丹 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嘛 所以这两句 是我对颜值无价的第一个提问 可怕的颜值带的什么样子的启示 警醒每一个人自己的历史 是你自己在写的 你都不用怪别人 上个礼拜我们讲阿拉耶什的运作的时候 已经看出来了 你这一生所面对的果报 是你自己从阿拉耶什里头叫出来的种子 来呵护着你或来打你嘛 所以那一切都是自己的造作 经典的原文我现在要举来举引经句典来回应我所讲的 所以师傅写的文章跟一般人很不一样的是 我每一篇文章一定有经典一句 我不会我自说自话 画完了就没了 我不干这种事的 一定要回归到经典的教导 经典我举的是 就是我要回应这提问1的这一个 我举的是 唯摩节今 无我书 书就是论处嘛 对吧 原文他是这么说的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则是 你想要知道过去你造了什么样子的恶因 你今生受则是 你今天长这副怪物的样子 就知道你过去是干了什么事嘛 对吧 一定是没有好报的嘛 一定是也让人家残缺嘛 所以你今生要残缺嘛 没有眼睛没有鼻子 来还这个果报嘛 对吧 还有再来 欲知后世果 我们如果想要知道我未来是我会长什么样子 今生作则是 我今天每天在造作的 就是我未来我要长什么样子的蓝图啊 多重要啊 所以经典为什么一定要耸金 经典里头就是最真实的教导 经文的诗意就是解释 解释到因果他是横摄三世 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世 横摄三世过去现在未来 原来是息息相关的 就是你的因果你的命运 跟三世是息息相关的 他是互为本身就是因果关系嘛 对吧 今生的长相来自于过去世的造作 今生的造作成就未来的长相 所以三世是串联的 好 今生想要致富想要高颜值想要顺遂全会名利 今天王滬中不在喔 他去开会了他去受训啦 连续受三天 今天是第一天喔 下个礼拜他的夫人王子景 也是去受训对吗 是 对是受同一种训吗 不一样 好 所以 所以他每次讲到权贵名利就想到他 除了今生的努力以外 还得要仰仗过去世的福报的积累 很重要 今生我们都要很努力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很重要的过去是我们的有没有福报 可以来让我们知道我今生是不是能顺遂 如果我想要未来是很顺遂的话 我现在要加紧来积累这个福报 再来提问二 我问为什么会罹患中枢神经瘤 这是罕见疾病吗 我的回应是过去杀业过重 今生一定会离病 而且开刀 一定要用生病跟开刀来还这个杀业 所以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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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要杀业 你还不完 你在还的时候 你受不了那个千刀万剐的苦 你又造恶业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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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完的 所以一定要赶快离开杀业 以前不懂那也就没有办法了 现在听经文法知道了 杀业是换不着了 真的很可怕的 然后呢 个人造业个人丹 病苦最苦了 为什么 他是无法替代的苦 病苦为什么苦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办法替代 Steve Jobs 是世界知名的那个富有的科技人 就是iPhone的创始人 他躺在病床上 他不就是疑性癌吗 对吧 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好那个谁他要让给您 那个陈美荣你去坐哪 他让给您 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他有两句感言 我认为他讲的特别好 世界上最贵的床就是病床 然后病苦最苦 因为他没有办法替代 即便我这么有钱 世界五十大首富 他是排名其中的 有用吗 没有用 有钱买不到健康 有钱可以买到山珍海味 有钱买不到好胃口 病人没有好胃口 你要知道 所以这个都是 你看到这个影片 你应该要做出来的反思 所以我回应这一节 我引用的是耀思燦 耀思燦说 众生若病因同一病 如果众生生病了 其实只有一种病 众生需要因同一药 所以众生如果生病了 也只需要一铁药就可以了 如果说多法 如果说有这个药 那个药 各种药 他说 他说这个叫做颠倒 为什么 你要注意到 众生若病 这个病不是指的病苦而已 人生的五大 五大类的苦 财苦 事业苦 家庭苦 家庭就包括夫妻 兄弟 姐妹 父母子女的 之间的苦 还有你的事业的苦 还有你的官司的苦 就是人际关系的苦 官司就是从人际关系而来的 对吧 我们不要以为说官司离我们很远 其实很近 什么叫官司 我们两个沟通不良 没有办法沟通了 沟通到最底线破局了 需要第三者来仲裁 这就叫官司了 多快形成一个官司啊 所以你不要以为官司离我们非常遥远 他非常近的 所以要是这样讲 众生若病 众生这病是苦啊 不是指一个病 不是那个病 并不是指的身体那个病 就是你的苦 因同一病 你的不管是在哪一个苦 财苦也好 事业苦而已 都是同一种苦 打在不同的部位上嘛 对吧 同一个他要讲的 我先把我的诠释给出来 众生只有一种病 因此只需要一个药 如果说有各种病 那么而且需要多种药的话 就是本末导致的说词 因为众生只有一种病 就叫做业障病 因此只需要一种药 就叫做自禁其意 自禁其意英文 Purify your mind 你从英文更容易理解 Purify 就是净化 your mind 你的心 净化你的心 所以简单的说就是消夜 要怎么消啊 藉由诵经念佛持咒 摄取诸佛的高能量 然后藉由忏悔 释放自己的负能量 你先看完了我的诠释了以后 我倒回来讲这个就是 众生不管你 现在面临的财苦也好 失业苦也好 离婚的苦也好 等等人生五大苦 其实是同一个业障 如果你会算命 想失误会算命吗 对吧 同一个业障 打在财婆公 那就是财苦 打在夫妻公 就是家庭破碎 离婚的苦 打在田宅公 就是有财没有库 是同一个 是同一个 是落在哪一个公位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一句话 是讲的特别的好 你就是同一个业障 落在不同的公位 落在打在不同的底上 那你说师父 他为什么要打在我的夫妻公 让我离婚 因为你过去也是 当人家小三嘛 对吧 抢别人的丈夫嘛 对吧 你今生也是要用这样的来还 是不是 同样的道理 你过去 污了别人很多钱 你今生必然就是要财苦嘛 你赚很多钱到最后两手还是空的 还要为了财苦而入狱 这个都来反映 你过去式的所作所为 所以才说是同一个苦 落在不同的 不同的领域里头 因此他说只有一种要就够了 不管你是财苦也好 事业苦也好 你的灵性的苦也好 你的事业 你的感情婚姻的苦也好 兄弟戏强的苦也好 或者你的官司的苦 其实是同一个 其实你的业障嘛 你的业障已经满了嘛 已经爆发出来了 要你来面对那个果报 所以师父一而在再而三的讲 你一定要诵金啊 你不诵金的话 你就白白的等到业障爆出来 你去面对官司嘛 你去面对财苦嘛 你去面到黑道来追杀你嘛 就那么简单啊 因果始终是公平的 不是只有人有那个 因果而已 1952年黑洞物理学家 周辉勒他讲 整个宇宙都按照他自己的因果率在运行 这句话太重要了 告诉我们不是只有我们人类有因果而已 整个宇宙都按照他的一定的因果率 在运作 所以有人就说 为什么会宇宙大爆炸啊 你别搞错了 你每次都要讲地球大爆炸 地球哪有爆炸 没有啦 宇宙大爆炸 他有一次好莫名其妙啊 还来跟师父讲说 师父你讲错了 这个师父说宇宙大爆炸是146亿年前 但是不是啊 地球是地球爆炸36亿年前 我说地球有爆炸吗 你没搞错吧 那是地球存活 跟师父讲的宇宙大爆炸是两回事啊 对吧 好 所以我们讲话都要很客气啦 对吧 你要挑人家毛病 你自己要先站稳脚嘛 我都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跟你对话啦 对吧 好所以呢 就是整个宇宙我们会讲说 整个宇宙为什么会大爆炸 这个就是宇宙的因果律 宇宙有自己的因果律在运作 所以我们讲是宇宙万象 而不是只是人 人只是宇宙万象当中的一个小例子而已 宇宙万象整个什么叫做法 方法那个法 法有四个意思 师父一又再再又三都再讲 这学期还没讲呢 上学期讲了N多次N多次N多次 法什么意思 来考考我们学佛几十年的金语函 法是什么意思啊 不用这样讲 不用这样讲 有人觉得那个法 应该是心法 心理的那个心性的法 自信本性那个方法 然后我一直认为今生这个生命肉体不能浪费 生命如果去了 那要回到哪个地方 就是寻找我们前世的累世的那个根源 然后就是觉醒 这个跟方法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吧扯太远了 对扯太远了 哪一个人能回答 法有四个意义 尊重性你以前最喜欢回答 你 可是你太久没来上课了 你功力大退了 我可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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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网 最后还有三个 那你说说看吧 十倍的之王 对啊 这已经被 十倍你很会 我对你有信心 对啊 明相之王 一无中过的 每次我讲话你都往那边跟我讲 我一无中过的 还没有交 还没有交 因为法 它有四个 从最底层来讲 第一 就是一个方法 在台中 超越二元的现象界 这个方法 还有在中 超越二元的现象界 现象界一个 中极本身一个 中极本身现在融合一个 最后第四个 所以最底层的就是各种方法 不管是世间法也好 出世间 你所用的方法都可以叫做法 然后再来现象界诸法 我刚刚讲的宇宙万法 宇宙万象存在的每一个点都是法 所以法在英文叫Darma Darma他来告诉我们什么 宇宙万象的存在 那就是一个法 可是宇宙万象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障碍 就是二元对立 因此我们修行要干嘛 超越二元对立你才能够解脱 烦恼束缚嘛 你才能够得到烦恼的解脱 所以超越二元对立的方法 又是另外一个法 直接进入终极本质的 再来就是毕竟空的法 毕竟空讲什么 现象界跟终极本质合而为一 这就是他本来的面目 现象界跟终极本质 它本来是合一的状态 后来为什么分开了 为什么分成现象界跟终极本质 one two three go 这题能答对的给你三个法宝 为什么能够 后来为什么分开了 它本来是合而为一的嘛 所以叫做毕竟空 每一个每一位诸佛圣人 所谓的证悟菩提 就是证悟到毕竟空 证悟到回到老家 老家就是什么 终极本质跟现象界 合而为一的那个状态 叫做老家 为什么 它为什么分开了 因为你造作错误的行为嘛 离开正轨了嘛 所以你的每一个行为出来是错误的 你就岔到终极本质以外的轨道上面去了 所以到最后形成了现象界 现象界是从终极本质 植育了你的行为造作所衍生出来的 第三个提问高颜值要从哪里来 我们都很喜欢高颜值对吧 然后所以现在医美那么猖狂对吧 然后整形那样子的那么受欢迎 就是大家喜欢高颜值 高颜值要从哪里来 所以回应个人自己的界定 因为你看吧 有些人那个丈夫很帅 可是那个夫人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对吧 但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啊 所以高颜值不是每一个人认为 这个高颜值就是高颜值不一定 有时候我们看到媒体报导 这个人有小三 然后被他的夫人袁佩抓到了 结果发现袁佩比小三漂亮太多了 这个要怎么解释啊是不是 对你好激动喔 因为你 贝佐斯 贝佐斯 嗯 贝佐斯 对 你问他贝佐斯他认不认识 不认识 对啊 对啊 那个什么 另外还有那个谁吗 麦克尔索斯 他也有差不多 但是贝佐斯这个 这个 也是被小三打吧 对 钱能使鬼推磨 这也是推磨的一种方法 所以 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确保你的高颜值 你福报很大 你跟众生结很多的善缘的时候 虽然你不极美 但是人见人爱 极美的人 自杀了太多啦 热地 对吧 还有呢 渔峰 还有呢 热地 因为太早了 可能 你认得吗 你还没出生是不是 陈宝莲 陈宝莲 那个注音台 对 可见你有年纪了 那男士呢 留音的嘛 留音的 我每次讲留音 就有人讲 要讲留学英国 否则人家一听就 流水的那个流 然后音歌那个音 变成留音 你现在才议会到啊 笑这么大声 对 张国荣嘛 留音的嘛 对吧 对 气质这么棒 对吧 还不是 跳楼啊 对 是 所以 高颜值 无价 这也是无价的展现啊 是不是 好 我要举的经典 佛为守家长者说 夜报差别经 因为他比较长 所以我 但是他很容易懂 所以我没有写四义 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喔 他说如果有众生 奉施香花 香滑就是香花 得十种功德 所以你 如果你喜欢公花 这一段经典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经常公花 我们未来的果报就是高颜值 长得非常的美喔 他有十种功德 第一个 处世如花 就是如花花香嘛 大家都喜欢你嘛 对吧 第二个 身无臭慧 就是身上有些人有糊臭啊 什么的嘛 对吧 那有些人就像那个清朝不是有一个叫什么 香 香什么 香妃 对他就浑身散发 那个香 楚世如花嘛 他就楚世如花最好的形容 代言者 第三 福香跟戒香 我这两个是专有名词 我把它说明在这里 戒 sorry 我打错字 戒香 戒 sorry sorry 是福香 第一个是福香 是叫做基伏圣馆 以福德为香 然后接下来有可以得到戒香 戒香就是戒行很严喔 就是守戒很严 以德德恨为香 所以如果我们经常供花 我们就可以得到福香跟戒香 水水深处鼻根不坏 你看你头生的地方鼻根不坏 所以那个阿米娜就是没有供花嘛 对吧 所以他鼻根都坏了嘛 对吧 再来 为什么鼻根不坏 他就是蚊香嘛 所以他那个常常供花 你的鼻根特别的利 第五个就是超圣世间 畏重归养 就是说你在世间里头得到最大的那个景仰 第六个身肠相解 身体常常散发香味 对喔 第七个爱要正法 喜欢听闻金法 像那个金与含藏 接触佛法几十年 爱要正法受词读诵 喜欢诵金喔 第八就是具大福报 就是你出生就大福报 有可能也含着金昌词来 第九个命中天生 命中升天 就是灵命中至少你可以升到天界 天界在哪 在人上面一层就叫天嘛 然后再来 第十树正涅槃 涅槃跟天界有什么不一样 他为什么说你也可以升天 然后你也可以树正涅槃 来one two three go 麦克风 好 你今天不错表现不错 好难得有一题答对 刚刚 师傅还有各位同学有没有吉祥如意 就是天道还 你没有自我介绍 弟子承命运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天道还在轮回当中 然后而且福报会响尽 然后涅槃就是与终极本质合一 回到老家 非常好 再一次直级要害 非常好 天道他还在三界轮回之中 涅槃指的是正悟到终极本质 叫做涅槃 好 所以我用这样子的诠释来解释 你怎么样你可以取得高颜值 以及你取得高颜值以后 你方法在哪里 然后你的果报在哪里 然后怎么体悟颜值无价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这一张才是真正的重要 因为前面几张 你都是有所求 当你求不到的时候 你又起了烦恼了 你又堕落了 你又轮回了 所以这张是最重要 颜值极来有致 我会长成这个样子 阿米娜会长成那个样子 我引用了一个经典 来告诉大家大众说 你长什么样子 在这部经典里头 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阿汉部阿汉经里头的鹦鹉经 他讲合音合缘聚受人生 你会出生为人 你是什么因缘呢 他说便有高下好物清拙 出生为人一定会有的高下 二元对立好物二元对立 清拙就是长得漂亮长得很污拙 像阿米娜就是污拙型的嘛 对吧 徐坛他说有长命短命 一样嘛长短二元对立 有病无病二元对立 有好者有仇者二元对立 有贵者有贱者贵贱二元对立 有所能无所能 有能干的人有无财的人 还是二元对立 对吧 有多钱的有贫穷的 有无多钱的贫穷贫富对立 有恶制者有智慧者 恶制就是愚痴人 所以这一段 红的我还没讲 就是咖啡色的这一段 经典他就是要教导 我们要长什么样子 其实只要我们投胎 就落入到刚刚讲的 整个宇宙万象有一个最大的特色 就是二元对立 这边举的通通都是二元对立 所以我们修行人一定要常常体悟 体会到我就是落在二元对立的 执着的一端 所以我经常起烦恼 二元对立你只要没有办法超越 你必然起烦恼 不管你是抓到了贫还是富 你都是烦恼 我们会误以为说很贫穷的人才有烦恼 错了 富有的人 貝佐斯不就是吗 对吧 然后最近很红的 Bill Gates不就是吗 他们都是有钱人 有没有起烦恼 有很烦恼 还带给他们的子女很大的烦恼 对不对 对所以不是贫穷人才有烦恼 有钱人很多烦恼 好 好 所以重点来了 红字的众生姻缘故 他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异啊 对吧 是众生姻缘 什么叫做姻缘呢 1 2 3 go 什么叫做姻缘 1 2 3 go 有吗 黄树儿 你以前回答过欸 你忘了 失误都气得啊 你功力减退了 你忘了 对 好 谁要回答 什么叫姻缘呢 这基本的名相啊 你连姻缘都不懂的话 你说你学佛 那不是太好笑了吗 好 焦丘雪 焦丘雪要回答 给他掌声鼓励 没有学佛的大菩萨要回答 我用字意来解释啦 好可以 因果跟缘分 因果跟缘分 那 好 然后缘分要怎么解释呢 他因为没有学佛 但是他已经摸到边了 缘分 你来 你今天5月6号 来到这个课堂 是不是就是一种缘分 对对对 原来你都是让师傅来讲 对吧 不好意思 我今天就是 就是缘分 今天跟大家见面也就是缘分 就是缘分 好 谢谢 非常好 你下课你可以来拿一个答对的法宝 你要提醒师傅说 师傅我有答对 好 所以因缘 因 英文cosis 主因 缘 英文condition 条件 所谓因缘就是 我过去是造作 主因一定是过去是吗 或至少是今天以前嘛 对吧 过去因嘛对吧 过去所造作的主因 缘是什么 条件 我今天要去抓取那个主因的 扣板机的那一个条件 我如果是用负能量当做我的条件 去抓取的 能不能抓到正能量 可不可能 可能 不可能啊 不同频不共振嘛 所以你抓不出来的啊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你学佛 你需要从科学去佐证 否则你只是明相套明相 你还是 还是某叉叉啊 对吧 所以同频共振无比的重要啊 你 扣板机的这个条件 用的是正能量的话 你扣回去 你过去是造作的阿赖耶什的主 那个 的那个大染缸里头 抓到了 那里头有二叶三叶跟无稽叶的种子 正负能量的种子 你扣板机的是正能量抓到的 同频共振而来的必然是正能量的总 过去式的因 所以他说众生因缘故 就是众生的 所以在这边因缘代表什么呢 众生的造作嘛 众生造作过去式成为主因的 今生造作成为条件的 来导致让你 要长什么样子 因形故 根据这个因而形就是流转啦 你没有那个主因那么强大的能量 你是不可能流转的 然后圆形故 你看讲到吗 圆 你的条件也在流转 所以不是你的主因在流转 今天我面临一个官司 不是我今生做人失败 不是 你今生也许是做人非常的成功 但是你过去式也用官司 得理不饶人的方法 来修理别人 那你今生能不能逃过官司啊 你必然要面对官司 即便你今生是非常棒的一个人 你还得要面对过去式的造作 如果你都没有消业 当然如果你有消业的话 慢慢的这些就化解了 被你的功德回向 每天的回向就化解 来到今生都已经逃过一劫了 对吧 所以每一个人面对果报的时候 都不用起烦恼 为什么都是自己干来的 好 圆形固 所谓阴也在流转 行圆 你今生造的每一个动作都叫做圆 就是来让你扣板机的 然后呢 做形固 你造作也在流转 你只有阴在那你都不去抓取 他不会流转啊 你只有圆也只停留在这一式啊 但是你造作又造作又在造作 他就变成一线啊 造作他变成流转啊 然后随众生所作形 随着众生每天分分秒秒一直不断的 没有学佛 连这个因果都不相信啊 对吧 随之以兴趣 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你想想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修行无比重要 他说随着众生而自己所作所行 然后令比比有好物高下 结果等到面对果报的时候 就有高下二元对立 有好物二元对立 有贫富二元对立 有宠入二元对立 逼得你不得不去面对 好思维八高 这一个就很重要了 这个都在讲因果呀 这都在讲因果啊 那难道我就没有办法超越因果吗 学佛你就要学到超越因果 而不是只是顺着因果 当然是要顺着因果啊 但是难道我五百万年的因果 我通通都要等到消夜消完 我才能够解脱吗 当然不是这样啊 你当下你就可以超越因果 那就是思维八高 思维八高当下超越 世间的颜值令我令我警醒了 高颜值自杀者无处不在 刚刚已经举例过了 颜值是个人有自己的界定的 福报大心中正能量所见皆美 我们看别人不顺眼 不是别人的错 谁的错啊 自己的染污太严重了 所以看每一个人都有问题 如果我的阿赖耶什很亲近 重能量很高的话 我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良善 这样子的美好 像阿米娜这么怪物的 我也喜欢他 对吧 就像师父收养的那个阿丹流浪狗 他不是被虐待了 潜艇被打到凹陷了嘛 对吧 医生都说他要安乐死了 后来救回来了 他不是就是神经有问题嘛 就是这个潜艇的神经受到伤害 所以他走路是不稳的 他是这样走这样走的 所以每一个人看到他也像看到怪物啊 所以我说 为什么要把他放到蒋路亚他们家 因为师父养太多了嘛 对吧 那么多的狗 而且师父有那阿抱40公斤耶 40公斤 一条就那么大 阿丹每次蒋路亚把他带回来 他就跟师父是善缘 因为师父一定是坐在书桌 他就知道我到那个书桌一定可以找到书 所以他就翻山月嶺 过来的时候 哇 他一到我的那个疗房马上就 书擠回避 每一条都跑光光 因为他太可怕了 他就 他没有办法直的走啊 他就是因为受损了嘛 他就这样 然后他又喜欢跑 冲撞太年轻了才一岁多而已嘛 跑来找我 所以我就说我要讲的是说什么 当你心中有正能量的时候 有人把他打成 受虐打成 舌头都吐出来了 就没有办法活了 医生 台大的动物医院的医生说没有办法救 蒋如瓦两个月就把他救起来了 心中有爱 你看他就不可怕 心中没有爱 你就随顺医生讲说安乐死 你就去安乐死 你就是摩杀者之一嘛 对吧 好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 心中正能量 你正能量 你看到每一个都是美 你看那个狗会来亲近你 就是代表你正能量很强啊 所以狗狗他看到你 他喜欢你 他就冲过来 突破重围 跑来找你 对吧 智者 智者喔 刚刚讲的这个都还在因果律里喔 有智慧的人超越美丑 超越贫富 超越高低高 身份高 身份低的二元对立 无所束缚 你只有超越二元对立 你才能够直集到终极本质的堂案 这终极本质是哲学的语言啦 把它兑换成佛教的语言就是空性佛性 还有呢 那你们想想看 这死背题你们最会了 来 佛性 什么 什么性 法性 法性非常好 法性是指什么 指什么 不知道喔 法性指绝希轩 绝希轩的弟子 忠仙利的法号就叫法性 法性是灰禽众生 灰禽众生的什么 你不能讲法性是灰禽众生 这牛头不对马嘴啊 对吧 是灰禽众生的 概括 概括 当然不是啊 灰禽众生的终极本质 法性不就是终极本质吗 你死背背到哪去了 好 所以佛性法性真如本性自性 守能源三昧 一秤一道 无助无相 都是终极本质在佛教的概名词 所以你什么拔高思维 你要与美丑和平共处 与美丑和平共处 与美丑和平共处 当别人说你很丑的时候 你也不起烦恼 这就是与美丑和平共处 心无挂爱 无挂爱故 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我引用了心经的这一句话 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超越二元对立的话 我们永远都在恐惧当中 我们永远都在烦恼当中 所以一旦我们超越二元对立 那么我们就超越了恐怖 没有挂爱 挂爱就是没有烦恼 对吧 然后没有烦恼进了没有恐怖 然后就远离颠倒梦想 这些都叫做颠倒梦想啊 就是刚刚讲的 什么美丑啊这里 高下好物清酌 这些二元对立都叫做颠倒梦想 所以你千万不要停留在 宇宙万象的现象上面 你必然就是颠倒梦想第一名 如果我们能够超越二元对立 我们自然远离的挂爱了 然后我们没有恐怖了 最后我们就能够就近涅槃 就是证悟到终极本质 证悟到佛性的圆满 证悟到菩提 所以证悟菩提的基本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超越二元对立 所以才说超越二元对立是 进入终极本质的门户 经验指导起心动念 我们要回归到维摩结晶里头的指导 指导我们 他是从这边来讲起心动念的 这是第九品 我们还是在第九品 因为第九品太重要了 所以师傅花了五个月的时间讲这个第九品 因为第九品你通透了以后 你佛国品啊这些都相对容易了 好 所以维摩节经云善述菩萨曰 这个是因为维摩节大居士 考很多来与会的大菩萨 所以你们说说看什么叫入不二法门 现在轮到善会菩萨善述菩萨讲 善述菩萨就是说 是动是念为二 我先把这个经文念一遍 是动是念为二 不动则无念 无念则无分别 通达此者 是为入不二法门 好所以你看师傅怎么诠释 动语念在现象界是一分为二的二元对立 对吧 然后我人如果不想受外相所残服 就必须要超越所有心念的束缚 这叫做无念 无念 无 空 非 不 在佛经的解释都是超越 而不是否定的意思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是超越的意思 无念就是超越你自己的念的 善念恶念的这个束缚 在现象界当然有是非有善恶啊对吧 但是回归到终极本质的话 他是超越善跟恶的 所以所谓的不思善不思恶 视为清净嘛对吧 清净就是回归到终极本质 能够做到无念者 也已超越了逻辑思维 第六识的分别 逻辑思维我们讲了很多了 就是因为他牵扯到第六识 言而鼻舌深意那个意识 第六识的分别心 然后无念是以直觉思维 来直觉宇宙万象的无恶无别 不恶不义 如果能够如此通达的话 就称为入不恶法门 所以这一句经文最主要来告诉我们 你看他用四动四念为恶 来告诉我们在现象界他是一分为二的 所以你看经文一定要会看 前面是在讲现象界 后面在讲什么 在讲终极本质 这样可以懂吗 好那这篇诗诺又把那个诗意图 阿拉耶使他是无形无色无相的精神体 这个是谁说的啊 王苏文你不是刚刚听过师傅的那个讲座吗 与圣玄有约的讲座吗 1963年 英国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为我们发现了 人的灵食 医学讲的灵食相对于佛教的阿拉耶使 是无形无色无相的精神体 当人的肉体被判定脑死的时候 这个灵食他继续有生命活动的迹象 来证实阿拉耶使是永续的 所以达尔文告诉我们 那个黑猩猩是哺乳类的老祖宗吗 我们也是哺乳类啊 所以我们的老祖宗也可以说是黑猩猩 在地球上存活了五百万年了 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我们的阿拉耶使 已经积累了五百万年的造作的行为的能量啊 那因为他是无形无色无相的精神体 所以我把阿拉耶使化成红星 这只是一个诗意图 而不是说阿拉耶使就是长这个样子 不是啊 好 那阿拉耶使里头有各种三类型的种子 夜 就是action 就是行为 善的行为我用圈圈 恶的行为我用叉叉 然后无济就是不善不恶 我用三类型 然后我种下去了以后 也许是二十年前种的 现在它成熟变成果 来让我散果嘛 所以我会面对很多的顺境 人是食地物的顺境 同样的相反的就是造恶 然后面对逆境 然后很重要的上个礼拜书有讲说 你看 说再看一次喔 所有的看到吗 再看一次注意看 好 所有的行为记录落在阿拉耶使 你不要以为别人神不知鬼不觉 NO 你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就是最严谨的审判官在这儿 他里头清清楚楚的记录了 你怎么造作了怎么进来的 通通都有 好 那每一个 这边我们面对的果报 都是由你自己造作的种子 种子是能量体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讲话有生能骂 所以我骂人 就变成负能量嘛 在这儿嘛 对吧 也是用能量体造进去的 所以你今天的果报 不是别人给你的 也不是你说的上天会恩事的礼物 这是最low的答案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每一个果报 都是自己感召而来的 感召的 怎么感召啊 你看吧 这里 这边善缘 另外一边我说是二缘 那你看喔 善缘是从哪里到哪里 就是我还没有进入阿赖耶什以外的这一个 这个区块 我造作的每一个行为 我善的就去抓取善的出来 我在这边造作二就抓取二的出来 这叫同频共振嘛 好 同样的这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的封面图 我用这个当作阿赖耶什 它就是心嘛 阿赖耶什是心 然后意呢 指的莫那时 第七意识 时 心意识 时指的了别的 第六意识 这个小的心 我指成它为起心在这里 动念在这里 念头每一个念头 其他就是你的造作行为的每一个小底 最小的单位念就是这 还是在阿赖耶什的运作里 起心动念的延伸讨论 你看我人唯有跳脱逻辑思维 Logical thinking的二元对立 逻辑思维就是二元对立 所以为什么要训练你们要快 十五提问一个问题给你 你不用想那么多 因为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想那么多 你不会对 为什么 One two three go 因为你的阿赖耶什是染污的嘛 你越想就越进去阿赖耶什嘛 对吧 叫出来的当然都错嘛 对吧 所以为什么需要用直觉思维阿 直觉思维它是直接越过的 所以决心有各种方法来训练地址的直觉思维 一定要跳脱逻辑思维才能够拔高直觉思维 Intuitive thinking 然后不受到逻辑规则的约束 直觉思维是什么 最直接领悟事物的终极本质 最最直接瞬间你要领悟 就是上次不是那个设计图在比赛的时候 你不是就讲八分钟那么少的时间 又要看出来哪一个图是最好 然后还要写一个两个 一个优点一个缺点 你就说太短了 杨标不是马上就修理你了 就说你现在还在说长短 你不就是逻辑思维 立刻你就被修理对吧 修理得好 对 是呢 这就是平常要训练直觉思维 你看到一件事 你第一个反应 你第一个反应 那个是最真最实的 是越过你的逻辑的思考的 然后直觉思维 他有他的迅捷性 他很敏锐嘛 而且他直觉 他就是直觉嘛 所以杨标他说 他就是第一眼 你第一眼的感受 那就是直觉思维 你知道吗 杨标已经出局了 所以杰标开除太隆 他接你的功课不合格 所以他就出去 他说他想要再回来 他在外在宣外也都有写回应文 然后挂到那个 就是对每天的那个回应 每天的播出他都有写回应文 对 然后 所以你要在杰标宣存活 真的不那么容易 真的不那么容易 一次就六个就开除掉了 李永秋也在里头 李永秋就是大三女神也在里头开除掉了 对 他们都想要回来啊 都努力在写回应文 我说你光写回应文 你是回不来的 因为你的败笔就是你没有接引众生嘛 你为什么没接引众生 你不愿意把众生磕在手掌心里啊 失误这么忙碌啊 对吧 天天这么忙碌 你没有我的忙碌嘛 我至少七天七夜的奖路华证书 我七天七夜没回应过 你有这个记录嘛 你没有嘛 代表你没有我忙碌嘛 对吧 失误没有 失误这么忙碌 同时开跑 3月26号开始开跑到4月5号 我一个人接引了13个人 其中有六个我都不认识 是新人 完全全新的人 那你连接引两个都接引不到 对吧 楊彪接引了一个还差一个 我照样把他砍了 对吧 那为什么啊 为什么师父接引容易 你接引不容易 师父时时把众生磕在手掌心啊 那个高能量你没有嘛 你永远是小鼻子小眼睛值 你只照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你要接引谁啊 你跟谁都不同凭不共振好吗 你要接引谁啊 这是最现实的 而检验你的修行的功力嘛 不是嘛 好 那然后 所以要超越所有的二元对立的逻辑师父 所以爱因斯坦他强调 直觉思维的重要性 他是人类神圣的天赋 这边爱因斯坦的名言 我也挂出来了 我相信直觉跟灵感 爱因斯坦说 我相信直觉跟灵感 直觉是我们神圣的天赋 但是推理是 推理就是二元对立 就是逻辑思维 推理是我们的仆人 推理是到你的好朋友啊 Francis Bacon 英国的哲学家 从十七世纪开始推展逻辑思维 所以他后面的就是叫做仆人嘛 直觉思维是主人啊 直觉思维intuitive 就是本具的嘛 本身就具有的嘛 他說推理是我们的仆人 现在的社会把荣耀给了仆人 忘了自己神圣的天赋 所以修行很重要 开发你的直觉思维 你只有开发你的直觉思维 你要回到正物菩提才有可能 你一直都在用逻辑思维很抱歉 你一直都在善恶的选边站嘛 你永远都在烦恼当中啊是不是 我又举了六组谈经 六组谈经说 不是本心学法无益 你看吧 你们都是不是本心的 所以学法无益 然后呢 若是自本心 见自本性 即明丈夫天人是佛 好 我有诠释五组告诉他的徒弟 六组会能说 本心就是自己 不认识自己 那你所修行的法 全部通通是外来法 都是向外去求的 求师父加持 求诸佛菩萨加持 那都没有 那叫做邪魔外道 另入大显坑 你会进入大显坑 因为如果你没有了事物的加持 你还不是 什么都不会干 什么困顿你都过不了关 是不是 所以马克思才讲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他不是反对宗教 你一定要搞清楚 马克思不是反对宗教 马克思要反对的是说 你整天拜拜求加持的 这种就是 你把宗教当做鸦片 在骗自己 为什么 不可能让你得逞 如果说 这样子就能得逞的话 大家都不用工作了 整天拜拜就好了 是不是 你想用脚趾头想都可以想清楚 这是错误的修行方法 好 再来 洪志出现了 学佛无他 学佛没有其他的方法 就是明心见性 问题是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啊 明心就是照见自己 没有染着的那个阿拉耶什 因为太长了我写不下 阿拉耶什 我写不下 我写阿什 见性就是照见自己本具的真性 也就是佛性本性自性 也就是终极本质 一个是照见自己没有染着的阿拉耶什 叫做本性 一个是照见自己原来的佛性 终极本质 这样子的行者自然展现的是勇猛精进 在正道上 修行自然不退转 所以称他为丈夫 然后呢六道中天与人 没有一位不是以诸佛为导师 这个佛是什么意思 是释迦摩尼佛吗 是欧弥陀佛吗 是文殊佛吗 他说人跟天 我们是人道嘛 我们上面就是天道嘛 没有一个人他不是以佛为导师 就是这个佛 什么意思啊 就是因为你先决 答案就会有 哦 觉悟者就是佛 所以你千万不要把 把那个 把佛当作释迦摩尼佛 当作什么药师佛那都不对 佛佛达是觉者 所以觉悟的人叫做佛 无不以佛为导师 就是他无不走向正悟的菩提大道 入不二法门花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花非花嘛 最主要就是讲花非花是所见非真 卑躬蛇影无中生有也是花非花 你们都没有答对吗 花非花你只是说所见非真而已嘛 但是卑躬蛇影啊 无意无见生有 无中生有出来的 生出来的恐惧 生出来的是非 这种卑躬蛇影 看到杯子中的蛇以为 看到杯子里头的东西 误以为那就是蛇嘛 对吧 无中生有 都是源于阿拉耶什染污的叶的种子 二叶的种子 也就是负能量的投射 带来扭曲跟错误的判断 所以方法要怎么办啊 怎么摆脱花非花啊 除了强化扇形的正能量以外 忏悔就是释放负能量 无比的重要 决心晚上每个晚上十点十分 包括春节都没有停过 每天要训练的弟子要忏悔 忏悔 为什么需要忏悔 释放负能量 而且要耸精念佛持咒 来摄取诸佛的高能量 高能量是700到1000结尾 这是谁的划分啊 One two three go 谁啊 哪一个科学家 那当然不是师傅啦 对吧 哪一个科学家为我们划分 高能量是700到1000 连这个死背题你也不会 David Hawkins 美国的精神科医师 David Hawkins 跟量子力学家所做出来的 那个阶位的 能量阶位的划分 高能量700到1000 更重要的方法 就是师傅刚刚讲的 思维要拔高 升华思维当下超越 超越什么 你要超越什么啊 当然不是啦 超越烦恼嘛 你这个时候说超越二元对立 我为什么说不是 前面就已经讲过 超越二元对立嘛 那超越二元对立 到底要超越什么嘛 对吧 当然是为了要超越烦恼啊 你如果没有超越二元对立 你永远都在烦恼之中 所以超越二元对立 你指向的就是超越烦恼 所以超越二元对立 是进入终极本质的门户 你想要证悟菩提 你没有超越二元对立 是完全不可能啦 不要说门没有啦 就连一个小窗子 你都不可能有 所以你需要训练正念嘛 正念的训练就是来超越 二元对立 正念也就是经文中 我们刚刚《维摩节经》里头 讲五念有没有 那个五念其实超越念的束缚 也就是正念 正念也就是刚刚那个经文中的五念 就是超越一切二元对立的束缚 所以最后师傅要跟大家分享 什么是正念 正念训练的三要素 这些方法都是师傅践行 自己践行出来确实有效的 要活在当下 to live in the real moment 这个当下不是说时间 一个情境也可以是当下 所以英文是real moment real就是实时的实在的时 第二个时是时间的时 是实时的moment 片刻 也是一个情境也可以 时间也可以 觉知 aware 你要训练自己觉知周遭一切的存在 包括人事时地物 所以师傅说你们都不关心别人吗 周遭怎么变化你完全眼睛浮沸都看不到 然后也听不到什么都不知道 代表你觉知awareness太弱了嘛 你没有觉知你要修什么行呢 这不可能嘛 都只是哄啦哄啦哄啦来上课 哄啦哄啦哄啦又回家了 这样子嘛 日复一日浑浑噩噩噩在过日子 要觉知周遭一切的存在 而且学会不给予任何的评价看到没 这是最重要的 活在当下你不能再给予评价 不管说赞叹也好或者是毁谤也好 你都不能再有了 为什么 你一给他一个评价立刻又落入二元对立 活在当下最重要的焦点就是离开评价 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没有 学会不要随便批判别人 这就是活在当下 正念训练的第一招 第二招超越二元对立 刚刚已经讲很多了 to go beyond dualism Dualism就是二元论 二元论什么都是二元嘛 好坏善恶美丑高下 Dualism就是二元论 你要超越二元论 那就是什么呢 二元对立是现象界的幻化 这个illusion是投射 然后delusion是染污的投射 delusion 这个是现象界的幻化 它是随着个人的身口意造作行为而瞬间万变的 所以超越二元对立就是帮助我们进入不思善不思恶 这个在六祖堂经经常出现 什么叫不思善不思恶 就是不恶中道 对 non-dual dual就是dualism non-dual middle way 就是不恶中道 的犯恨 犯恨就是清淨型 什么叫清淨型 不思善不思恶 不思善不思恶 不是说我连善恶都不能分别 我不受到善恶的束缚 也就是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食言 跟我同行的 我的弟子也有善的也有恶的 然后我能够不起任何的烦恼 与他们和平共处 这个就是三人行必有我食 你就做到了不思善不思恶 但是你教化他 你当然要修理他 要他成长嘛 你修理他不代表 你痛恨他嘛 钟仙利他在清华大学读博的时候 不是台湾的清华大学 中国大陆的清华大学 他是工学博士嘛 对吧 他的博士班的导师也是女性 我那个非常出名 他告诉我他的导师 当年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 也就是小孩 他的baby 刚刚出生没多久 一手抱着小孩 一手抱着娃娃 一手做实验工作 另外一只手还得要打字啊 是这样子辛苦过来的 所以这样子 这样子调教出来的女性 他当然对他的博士生是绝对的严谨啊 我只常常K他啊 K重仙利啊 然后我说 他说我导师K人是很凶悍的 然后我说书也常常K你啊 不是吗 他说那不一样不一样 我说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他说师傅K我的时候 我不会起烦恼 因为师傅K的时候 投射出来的是正能量啊 我的导师K我的时候 投射出来的是负能量 我有时候一个月回不过来 都在负能量的漩涡里头 是不一样的 我以前呢 举过那个尤娟的孩子 那时候他今年要上小学了 就八岁嘛 那应该是六岁的时候 我们一起在南方办活动 然后我们的活动都很早嘛 然后他五点就来 找来接师傅 凌晨五点了 甘心可能没睡爸爸 就在那边哭啊 大吵大闹 你看你在酒店里大吵大闹 你带给别人很大的烦恼啊 然后 尤娟就把他叫过来 我就大声遏止他 做一个那个魔鬼脸给他 他一下就吓死了 吓死了 我说你给我出去 现在立刻出去 他就摸着鼻子出去 然后说门太中了 他妈妈就去帮他开门 他就站在外面 都没有声音了 然后我就隔五分钟以后 我开门说 小菩萨请你进来 然后他进来 第一个动作是抱着师傅 师傅我爱你 你看师傅修理他 他感受到 那是正能量的投射 跟一般人的修理是不一样的 你小朋友才六岁而已嘛 对吧 他的阿拉耶什是非常纯净的 他是不是正能量 他马上都可以感受得到 好 所以要超越二元对立 不失善不失恶不恶中道的 泛恨就是不失善不失恶 泛恨就是亲近就是不失善不失恶 所以不失善不失恶在佛教里头 有几个大名词你来说说看 泛恨还有呢 还有 无上嘛 亲近嘛 妙嘛 不都是不失善不失恶嘛 对吧 好 那所以这些都是来自于直觉 intuition 来 你要藉由直觉你才有可能触及终极本质 好 請你告诉我为什么 你必须要藉由直觉思维 你才有可能触及终极本质 为什么 1 2 3 go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继续用逻辑思维 你永远都在二元堆里 你连门槛都过不去 你怎么证悟终极本质啊 对吧 所以最后就是要证悟必进空 什么叫必进空 回归到现象界跟终极本质 在原初的圆满合一的状态 所以他原初他本来是圆满合一的 后来现象界跟终极本质割裂了 是为什么人类的造作越来越多的错嘛 对吧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九点半了 然后 脑科学画禅定下个礼拜再说了 怎么能够 有证明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